在广西冰阳县,QQ诈骗产业链的形成,使得产业链的顶端,也就是木马病毒制造者的水平越来越高。 比如说你这个杀毒软件,他发现不了这个是一个盗取,是一个钓鱼网站,盗取QQ化的一个网站。 在确认袁晓萌是财务人员之后,案犯给他发送了一个连杀毒软件都无法识别的木马链接。 袁晓萌不小心点击之后,QQ密码就会被对方盗取,而这仅仅是潜伏的开始。 都会经过一段时间的潜伏,进行观察,研究,他会研究财务人员跟各个好友之间的关系,人物关系,还有他们之间的一些聊天记录,他们都会经过一段很长时间的观察。 在了解了公司运作流程,公司老总的QQ名称,以及说话方式之后,诈骗分子开始了非常关键的几步。 首先,他们在深夜袁晓萌没有使用QQ的时候,是用早已获取的密码秘密登陆这个QQ,并加另一个号码为好友。 而那个另外的号码已经改为了和张总QQ名一样的名字,深海。 然后自己在伪装一个QQ号,把他那个头像啊,QQ信息啊,改成跟那个原来的好友一模一样的。 此时,袁晓萌的QQ好友中,出现了两个一模一样的张总。 如此反常的情况,很容易让人察觉,于是诈骗分子开始了进一步的操作。 如果他真的实施诈骗的时候,就会把他要模仿的这个人,把他QQ号删掉,或者是把他屏蔽掉。 在此案中,诈骗分子通过对袁晓萌的QQ进行设置,把张总真的QQ号屏蔽了。 这样一来,袁晓萌无法接到来自真张总发来的消息,而真张总那边也不会出现任何的提示,嫌疑人的身份就很难被察觉。 如果你上QQ的时候,不仔细看的话,你就不会发现,他把这个,他模仿这个QQ号加进来以后,然后他实施诈骗的时候,他就会登陆他那个QQ号,假装这个被害人的好友,跟他聊天。 在完成了这些操作之后,诈骗分子立刻冒充张总与袁晓萌取得了联系,指示其转账近百万元。 记者从警方了解到,南昌已经发生多起针对公司财快人员的QQ诈骗案,受害者被骗的金额从数十万到上百万元不等,令人震惊。 其实呢,虽然骗子的伎俩越来越高,但是其实只要在涉及汇款时进行当面核实或电话核实,基本上所有的QQ汇款骗局都能被识破。